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 再次恭喜中国运动员们喜提酒11枚奖牌 其中包括40枚金牌 27枚银牌和24枚铜牌 更是刷新境外奥运参赛最好成绩 大家都是好样的 而眼下奥运总结表彰大会也在京顺利举行 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们纷纷出席活动 而没有了比赛的压力后 大家伙明显精气神恢复了许多 肉眼可见的放松啊 比如奥运史上的首位六金王马龙 眼袋终于消下去了 红白色制服穿在身上 整个人大气里然 他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 往那一站就让人安心 还有这次打了硬张的樊振东 剪了新发型后看着更加意气风发 板板正正 不笑的时候又大将的沉稳 笑起来又变成憨厚呆萌的小胖 长相太讨喜了 除此之外 游泳运动员汪顺 潘展乐 体操运动员张博恒 羽毛球双打运动员往场都各有哥的帅气 好家伙 国家严选的颜值名不虚传啊 不过在我看来 女运动员们的魅力更加突出 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审美标准 以健康 拼搏 坚韧 自然之美深深戳中了广大观众 那么这一次的表彰大会上 谁又美出新高度了呢 01郑清文 这一届具有化时代意的奖牌 不仅有潘展乐的100米自由泳金牌 还有郑清文的网球女子单打金牌 而且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奥运网球单打冠军 无疑是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不过 除了战绩出众之外 其实郑清文最吸引人的一点 还在于她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这种自信也让她时刻散发着大女主的光芒 所以即便是这次参加表彰大会换下了运动装 穿上统一的制服正装 郑清文在人群中依旧气质出众沉稳 甚至不输给旁边的马龙 同时 挑染的头发也彰显出郑清文的独特个性 不拘泥于条条框框 敢于去做自己 而有黑的皮肤此刻也成为她展现女性力量之美的特点 似乎没有任何标准可以限定她的美丽 这一点 值得所有女性去学习 02.吴燕妮 提到特立独行的女运动员 也不能不提吴燕妮 因为外在条件优越 性格张扬自信 停时训练比赛之前也会去打扮自己的她 成为许多人的争议对象 但能够敢于美出自我 无所谓流言蜚语 这一点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强大 尽管这次奥运会她遗憾没有进入决赛 遭到了不少质疑 但吴燕妮已经刷新了中国队在奥运会女子100米跨栏的最佳成绩 谁也没有资格否定她的成绩 而好在这些质疑也没有影响到她 这次出席表彰大会她依旧装容精致 打扮亮眼 标志的五官完全不比内鱼的明星小花们逊色分毫 说实话 这制服设计款式有点土 能将衣服穿得好看的运动员也不多 而吴燕妮绝对是称得上经验二字的存在 希望她的未来可以一直做自己 不断突破最好成绩 继续为国争光 三张宇飞 这位游泳队女将在巴黎运动会的赛场上也发挥出色 而且来参加表彰大会的时候 手里还抓着一大把奖牌 谁馋了 我不说 但即使成绩出众 张宇飞还是面对镜头表示 原来以为因为没有拿到金牌 我觉得对国家有所愧疚 听的人心里不是滋味 不过 有一句话说得好 胜败乃兵家常事 相信她在之后的比赛中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与此同时 观众也能发现除了性格谦卑之外 张宇飞这个颜值也是相当的高啊 她的长相属于国泰民安的感觉 笑容明媚大气 看起来没有距离感 反而有种亲切 随和的气质 更圈粉了 只能说张宇飞还在后头呢 04黄宇婷 00后小将黄宇婷在本届奥运会设计比赛中 为中国队打响了开门红 而在赛场上技巧成熟 内心沉稳的她 私下其实是个青春活力的少女 这样一件显得老成的制服 穿在她身上就跟校服似的 这是让观众没有想到的事情 而且不得不说 黄宇婷的笑容太有感染力了 眉眼间还有周冬雨的灵气 也是一位高颜值的运动员啊 05全红蝉 本届奥运会中 最受关注的女运动员肯定也少不了全红蝉 水花消失数再次让外国人震惊 算上东京奥运会的成绩 全红蝉已经手握三枚金牌 但谁能想到她如今年才17岁呢 真是应了那句出走半生 贵来仍是少年啊 而赛场下的全红蝉则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小妹妹 冷布丁穿上正装 因为身材太矮小 还有点撑不起来 仿佛偷穿大人的衣服 最可爱的是她这个体型 在一群高挑的运动员中 好像误入了巨人果 远远站在那里就跟个小手办似的 要么少观众老父亲或老母亲的DNA都动了 采访中的全红蝉也表现出了少女的活泼 对着镜头比划自己的指甲 以及奥运五环的戒指 看得人一脸一目笑 而正惊起来的她还鼓励许多有梦想的人 不要放弃 有时候做到一半可能想放弃 但不坚持做完怎么知道结果是怎样呢 有梦想就去追 别怕失败 坚定 青春 勇敢 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体现 其实网络上对于运动员们的颜值 身高 体重等各个外在条件都会关注到 有些人的评价还算重肯 但有些人却以明星的标准去要求运动员 用畸形审美去衡量他们的长相 这就太过分了 在我看来 这些女运动员们比女明星们更加好看 因为她们的脸上洋溢着对梦想的执着 对目标的坚定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含含着巨大的能量 更重要的是她们美的自然 美的各有特点 定不是往脸上弄科技狠祸 瘦得皮包骨头的某些女明星可以比的 所以年轻女孩们不如向运动员们看齐 让审美多元化 不去定义每一个认真追梦的女性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奥运健儿们 谁的颜值更高呢 刚结束了巴黎奥运会参赛任务的 全体中国运动员和教练们 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中国代表团的奥运总结表彰大会 而在这次表彰大会上 两位惺惺相惜的中国选手 郑亲文和张雨菲 终于同逛合影 从网上曝光的合影中 两人都身穿中国代表团的红衣白裙子 并且都将飘逸的长发披在肩上 尽显中国女性的知性美 不仅如此 两人面对镜头都露出了灿烂微笑 显然对于这次见面 两人可谓都相当开心 此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郑亲文为中国摘得手枚奥运网球单打金牌 而张雨菲尽管没能夺得金牌 但他每个参赛项目都能站上零奖台 两届奥运会张雨菲狂多十枚奖牌 成为中国对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二金三银五同 毫不夸张地说 郑亲文和张雨菲都堪称是中国体坛的优质女偶像 更加难得的是 两人彼此间还是分惺惺相惜 张雨菲在直播时透露 他最佩服的中国运动员是郑亲文 郑亲文在奥运夺冠赛后的那句 我真的很累 但是为了我的国家 我可以再打三个小时的话让他很感动 而郑亲文同样在奥运会开赛前 表示自己很欣赏张雨菲 我特别佩服他的引体向上 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他脚上绑着十公斤的杠铃片 开始做引体向上 觉得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如今两位互相欣赏的中国体坛女将终于合影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两位女王气质拿捏 众望所归的 两位女王大人终于认识了 都是所在项目的亏捉 你们两位都是中国的骄傲 这或许是本次奥运表彰大会上最美的合影了 北京时间8月20日下午 刚结束了巴黎奥运会参赛任务的 全体中国运动员和教练们 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代表团的奥运总结表彰大会 而在这次表彰大会上 两位惺惺相惜的中国选手 郑亲文和张雨菲 终于同逛合影 从网上曝光的合影中 两人都身穿中国代表团的红衣白裙子 并且都将飘逸的长发披在肩上 尽显中国女性的知性美 不仅如此 两人面对镜头都露出了灿烂微笑 显然对于这次见面两人可谓都相当开心 此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郑亲文为中国摘得手枚奥运往球单打金牌 而张雨菲警官没能夺得金牌 但他每个参赛项目都能站上领奖台 两届奥运会张雨菲狂夺视美奖牌 成为中国对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二金三银五童 毫不夸张地说 郑亲文和张雨菲都堪称是中国体坛的优质女偶像 更加难得的是 两人彼此间还是分惺惺相惜 张雨菲在直播时透露 他最佩服的中国运动员是郑亲文 郑亲文在奥运夺冠赛后的那句我真的很累 但是为了我的国家 我可以再打三个小时的话让他很感动 而郑亲文同样在奥运会开赛前表示 自己很欣赏张雨菲 我特别佩服他的引体向上 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他脚上绑着十公斤的杠铃片 开始做引体向上 觉得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如今两位互相欣赏的中国体坛女将终于合影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两位女王气质拿捏 众望所归的 两位女王大人终于认识了 都是所在项目的亏啊 你们两位都是中国的骄傲 这或许是本次奥运表彰大会上最美的合影了 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夺的40枚金牌 除了跳水 听胖球 举重等传统优势项目上的强势之外 其他项目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比如攀展乐和队友的四成一百街地游 打破了美国在这个项目长达40年的垄断 再比如 拿到网球女单冠军的郑亲文 更是创造新的历史 奥运见儿们不同 由于网球在全球职业化程度非常高 比赛几乎贯穿一整年 球员很少有时间停下来休息 即便拿到奥运冠军 紧接着还有多战重大比赛需要参加 所以郑亲文结束巴黎奥运并没有直接回国 而是马不停蹄地去往辛辛那提 在辛辛那提一千集寻回赛 中国一截闯进16强 好取一波单打12连胜 但奥运会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郑亲文夺冠的过程中 连续几场都打了超过三个小时 所以辛辛那提第三轮 还是两盘输给帕夫柳琴科娃无援八强 其实除了郑亲文 亚军维基企业早早出局 同排的主司瓦泰克同样没能进入决赛 结束辛辛那提巡回赛 郑亲文终于回到了国内 8月19日 一身休闲装的郑亲文再遇回到北京 由于球迷并不清楚 这位中国女网一姐的回国行程 所以基本没有粉丝去机场接机 当然郑亲文的父母除外 这也让郑亲文能够更加放松和顺利地低调回家 可以看到 郑亲文非常接地气 并不像一些影视明星一样 会特意戴着墨镜 遇到有球迷认出自己时 郑亲文也是来着不惧 合影 签名等等尽量满足大家请求 回到北京 郑亲文可以短暂地与父母好好团聚一下 一家三口仪式感满满地展开 国旗站在摄像机下合影 奥运冠军在于归来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拿到的奥运会金牌 郑亲文笑颜父母担心自己带着去比赛容易弄丢 所以在辛辛那提比赛的时候 已经寄回家让父母保管 这次从辛辛那提回国直接去北京 郑亲文的新动向也随即曝光 8月20日 郑亲文将会参与巴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表彰大会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宝贵金牌的中国女网一姐 将会在大会堂 与其他奥运健儿们一起接受表彰 让我们再次恭喜郑亲文 红土场地上 尘埃飞扬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汗水 泪水与荣耀的故事 五星红旗在巴黎的晴空下烈烈作响 映照着一位年轻女孩灿烂的笑容 她就是郑亲文 中国网球的新星 此刻 她的名字与荣耀紧紧相连 这枚金牌 是郑亲文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也是中国网球的历史性突破 在此之前 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的单打赛场上始终未能染指金牌 而郑亲文 这位来自湖北的21岁女孩 用实力打破了这一魔咒 将无数国人的期待化作了现实 回顾郑亲文的网球之路 如同观看一株幼苗破土而出 经历风雨洗礼 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 早在杭州亚运会上 郑亲文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实力 她以一匹黑马的姿态传入大众视野 并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亚运会的胜利 为她扣开了通往更广阔舞台的大门 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位充满朝气和潜力的网球少女 如果说亚运会是郑亲文出路锋芒的舞台 那么巴黎奥运会则是她尽情绽放的时刻 面对世界排名前列的顶尖选手 郑亲文没有丝毫胆怯 她沉着冷静 以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技术水平 将每一场比赛都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在通往决赛的道路上 郑亲文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硬仗 每一分都拼尽全力 每一局都毫不退缩 她犀利的球风 顽强的斗志和对胜利的渴望 感染了每一位关注这场比赛的观众 决赛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前世界第一 面对强大的对手 郑亲文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她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和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力 决胜局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关键时刻 郑亲文没有手软 她抓住机会 果断出手 一记是大力辰的制胜分 结束了这场比赛 当最后一球落地 郑亲文高高跃起 振臂欢呼 这一刻 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化作了胜利的喜悦 这枚金牌 不仅是对她个人实力的肯定 更是对她多年来刻苦训练的最好回报 郑亲文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她的身后 是一个默默支持她的团队 其中最重要的是她的教练团队 启蒙教练夏西瑶和恩世于丽乔 是郑亲文网球之路上的引路人 他们不仅传授技术和战术 更注重培养郑亲文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 在两位教练的悉心指导下 郑亲文逐渐形成了顽强拼搏 永不放弃的比赛风格 而后来加入的著名教练卡洛斯罗德里格斯 作为郑亲文的技术和战术体系注入了新的火力 罗德里格斯的执教理念先进 注重球员的全面发展 在她的指导下 郑亲文的网球水平更上一层楼 在国际赛场上也更加游刃有余 除了教练团队 郑亲文的家人也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父母的支持和鼓励 是郑亲文前进路上的动力源泉 郑亲文曾在采访中说 我的父母一直都很支持我打网球 他们为了我付出了很多 我也希望能够用好成绩来回报他们 赛场上的郑亲文 充满霸气和自信 而生活中的她 则是一个热爱生活 阳光开朗的女孩 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她训练 比赛 旅行和与朋友家人相处的快乐时光 在郑亲文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风采 他们自信 独立 充满个性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郑亲文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中国网球的未来充满希望 她也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郑亲文的成功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网球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网球起步较晚 与欧美等网球强国相比 在运动员培养体系 赛事组织经验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郑亲文的横空出世 为中国网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更多年轻人参与网球运动树立了榜样 相信在郑亲文等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下 中国网球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中国选手在世界网谈上展露头角 为国争光 新科奥运冠军郑郑亲文已经回国抵达北京 他将准备参加20日下午进行的奥运表彰大会 从曝光的郑亲文回国照片可以看到 郑亲文父母都来北京迎接自己的宝贝女儿 三人激动举起五星红旗 笑得相当开心 相信郑亲文父母此刻都为自己的女儿 感到由衷的骄傲 根据网友的透露 他们在美国非北京的航班上偶遇郑亲文的 网友盛赞郑亲文漂亮 为人亲和 给同班机的很多人都签名并且拍了合照 据悉 郑亲文此次回国 除了与父母团聚之外 还有就是要参加奥运表彰大会 虽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美网很重要 但是奥运会后郑亲文首次回国 这次表彰大会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可能是郑亲文人生很重要的时刻 参加完后 郑亲文又要立马飞回美国备战即将开打的 四大满贯之一的美网公开赛 尽管行程很赶 但是很值得 在此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角逐中 郑亲文一路过关斩将 连赢六场 为中国夺得网球首美单打奥运金牌 这也是亚洲史上首位奥运网球女单冠军 尤其是半决赛 郑亲文爆冷先翻了世界第一 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终结自己对对手六战全败的尴尬 而郑亲文赛后那番发自肺腑的虽然很累 但为祖国愿意再打三个小时发言 也让国人十分感动 可以说 年纪21岁的郑亲文已经成为纪里纳之后 中国又一位网球项目的优质偶像 一位网球项目的优质 很笔合 至少 ,